您好 您好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请问沈长青住在哪个病房 请问您是她的 我是她未来的婆婆 她在五零六号病房 谢谢啊 长青 妈 你怎么来了 幸好我来了 要不然 我还以为你和沈长青的感情有多好呢 妈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哪 都成这样了还天天来看她 她呢趁你不在的时候 往别的男人房间跑 妈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都亲眼看到了 你还替她说话 妈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我就要在这儿说 我回去再跟你解释行吗 有什么好解释的 事情是明摆着的 人家根本没把你当回事 你呢 一头挑子一头热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呢 长青 伯母 你怎么在这里啊 哼 我是不该来 不然 也不会看到些不该看的东西 我不明白 您说的什么意思啊 不明白 好 那我就说清楚点 我问你 你和我们家金睿 是什么关系啊 金睿 是我的未婚夫 你还知道你们两个 是未婚夫妻啊 啊 我们金睿为你受了伤 不在家好好休息 天天跑医院来看你 而我呢也来看你 你倒好 对一个不相干的男人 呵护备质 你是打算 就这么不清不白地 嫁入我们金家呀 妈 你给我一点时间 这是我跟长青的事情 你让我自己处理心吧 你别管我 你回答我 对不起 这里是医院 请不要大声喧哗 请不要大声喧哗 金睿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伯母会突然过来 我让伯母失望了 我让伯母失望了 不管你的事 我妈不了解情况 我会跟她解释的 你别把她的话 放在心上 你是不是也介意 我每天都去陪林昊 我如果介意 你会不去吗 你会不去吗 不会 对吧 而且你不但不会 还会对我失望 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干这种赔本的生意 你放心 我不但不会介意 还会和你一起祈祷 希望林昊赶快醒过来 谢谢你 金睿 你还是把我当外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不说这个了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对付潘卫森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把她跟这次的事件联系起来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会支持你 真的很抱歉 这次为了我 你都对了 我说过了 你是我的未婚妻 不管谁伤害你 我都会让她付出代价 林昊 你知道吗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讨厌啊 总是在不停地教训我 我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呢 可是我知道 我都会让你这样费心 看让你这样费心 管她闲事的人 只有我一个 你还记得那些向日葵吗 我有很好地照顾他们 因为他们代表着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我妈妈 还有一个就是你 你赶快好起来 我们一起去给向日葵浇水 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要带我去海边的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林昊 你妈妈 真的很伤心 也憔悴了很多 听说你爷爷的身体 也不是太好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那么多爱你的人 你醒过来好不好 我求求你醒过来 你醒过来以后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一起解决 我们都一起解决 所以我们在这一起 的一个难过 我想有很多俺看 我们有什么也想要 那我会做到个图 真icable 到时候啊 我这也多虚子 因为这件事情 姬方已经在调查潘伟森了 可是因为匪徒没有抓到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起诉潘伟森 是他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我绳之以法定是 我绳之以法定是 有的 这些人是 的 感谢观看